台东县第十九届县长宣誓既就职典礼 典礼开始 宣誓人就位 宣誓人宣誓 群举右手 宣读誓词 誓词于事已至成 课遵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枉费公塔 不滥用人员 不隐私舞弊 不收受贿赂 如未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惩罚 警示 宣誓人饒庆龄 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交接应信 请移交 相信接下来的四年 也能带着人民的棋牌 持续的绽纺台都的 真善美 今天非常开心的 来到台东 参加 清零县长的就职感恩典礼 身为女性 她有她特殊温柔 跟细腻的特性 让施政能够更获得民心 我相信 清零这四年来 深受台东县民的支持 拥护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清零好好做 记得我跟你讲过 当县市首长要做到三点 第一呢要清廉 第二要勤政 第三要爱民 希望你继续把这三点充分地发挥 每一年我们远见杂志 都做一个二十二县市的调查 满一桌调查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总体数字 就是有八个指标 里面包括了医疗 治安 环保 教育 休闲 交通 就业 公共安全 无所不包 八个层面 分数加起来 一个总表 各位听到 台东县的 八个指标的总层级 超过了五个都市 台东的柔县 让您老师讲 真的是具体的 一步一步的在走 谢谢您 未来四年 我将持续深化 慢经济的影响层面 同时正筹备成立 慢经济学院 培养更多爱土地 爱文化 热爱生命的台东关系人 我要以四年的时间 呈上四倍的努力 回报给台东的 不只是四加四 而是四乘四 若使我在竞选时间 所提出的证件 首都不一定是 是政治上的 文化首都同样令人向往 让我们想一想 日本的首都 是东京 但它的文化首都是 京都 美国的首都是 华盛顿 但是它的文化首都是 纽约 台东 有没有可能 可以成为文化首都呢 我们的答案是 肯定的 从考古 习俗 文化等等 诸多证据 都证明台东在 南岛语系中的重要性 我将以打造台东 成为南岛文化首都的目标 来营造台东 谢谢 慢经济 让台东 由外 而内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南岛文化首都 会让人们在世界的地图上 找到台东 这就是台东 是一种 面向太平洋的 壮阔胸襟 一种 仰望星空的 无穷希望 我相信 每一位 每个人心中 都有 您的台东 准备绽放 甚至 早已绽放如失 谢谢台东 台东是母亲 而在座的各位 始终是大力 支持我的家人 谢谢大家 让我们继续加油 让我们一起 绽放台东蓝 谢谢 谢谢